各位好,我是二年紅白尚合計 我的研究主題是 綠洲的測試過程 光照及水容易影響 我分成四個段落區介紹 1.研究目的 2.研究方法與綠洲 3.研究分析 4.研究結論 1.研究目的 我想知道日動的生長過程 有太陽燙沒太陽 對日動有印象嗎 挑選姜牛奶焦可樂 對日動有印象嗎 接下來是研究步驟與發展 這是我準備的材料 將日動浸泡12小時 幫助日動比較容易發展 這是綠豆 就是激透12小時後的綠豆已經有一點斑芽了 把棉花和綠豆放進透明盒 日記觀察7天 用一張紀錄表來紀錄綠豆的生長變化 接下來是研究分析 這個是我的綠豆6天的生長變化 等到研究結論的時候 會有更詳細的圖片去介紹 有太陽燙沒太陽 澆水的生長變化 沒太陽燙長得比較高 有太陽燙長得比較多 我們接下來是牛奶的生長變化 我們只種了5天 因為它都沒有什麼明顯的生長變化 還長蟲燙了 接下來是焦可樂的生長變化 它跟牛奶一樣都沒有什麼的生長變化 我們也只種了5天 還發霉了 最後是研究結論 這是我網路上找到的圖片 它是長根 葉長金 金燙更越來越長了 葉子也開葉長 葉子也越來越大 金燙更也越來越長 我們是第4天找出葉子 接下來是焦水 焦牛奶焦可樂的生長變化 人太陽燙長得比較高 有太陽燙長得比較多 牛奶和可樂都沒有什麼的生長變化 我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 牛奶和可樂對綠豆 沒讓老師講呢 我去網路上查 他說 因為可樂的忙太多了 會讓水的水濁性下降 他的維生物也會下降 他的維生物也會下降 所以通常糖都是用來 防護食物的比較快 例如果醬 牛奶 牛奶是因為我們的牛奶沒有發酵過 所以 要有發酵過的牛奶 還有加了很多水 對綠豆才有幫助 我們在網路上 還有看到有人用洗一滴水 來 交綠豆 他說 這樣也可以 這是我的紀錄表 我的泡湯獎滿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